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传的学生里很少有这样的师父 一个师父带出八个中国武术八段 而且他们不是现在品的 可能现在有些东西含金量低了 因为他们品为八段都年代很久了 那时候很严格的 有马传旭 赵大元 李公成 迪郭勇 张全亮 孙长江 孟智洪等等八个 所以很少 像这样的师父很少 另外他就是真是对自己的弟子 像对自己的孩子上 没有说名师的那个架子 说只要说你想学 我都勤勤地去教你 完了有一个故事啊 就是还有一件文物在这 我就管他叫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就是八十年代呢 往后报刊上就经常登八卦掌了 也登我父亲的名字 后来安徽就是修宁 有一个山里的一个孩子 身体特别不好 有个小姑娘 他就给我父亲写信 说身体特别不好 听说你八卦掌健身啊 能不能学 但是没有钱来北京学 我父亲说可以 就把他写的书寄给他 又给他画图口诀 告诉他怎么练 寒寿了多少年啊 十年 92年的时候 过春节了 那个女孩子给我父亲 寄来一个贺卡 上次说李爷爷 咱们通信已经十多年了 他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过您 您给我寄书写信服到我 我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有一天我一定到北京去看望你 完了我父亲还给他回信 就是双雁 他叫双雁养生法 就是怎么怎么养生养生 完了呢 正好是春节 我父亲觉得 都是用黑色的笔写不喜庆 特意换了一红色的毛笔写 祝你全家皆大欢喜 但是没寄出去 就就后来他就病了 完了我后来找出这封信 我说如果这个女孩还健在 应该跟我年龄差不多 我就想把这封信给他 有一次中央电视台说 你想找到这个人吗 他说我们想找谁都能找到 他们那个时候想编一个节目 后来就疫情了 就停顿了 所以他就是无偿的 培养了很多后人 这也是他的一个贡献 哎那封信呢 这封信在这儿呢 这就是那个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就是安徽修宁黄山 那个女孩子给他写的信 我父亲给他回的信 这个是台湾 台湾现在建在徐济先生 徐济先生那个就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了快 来中国大陆采访武术 写了一本书叫千里不流行 完了其中有篇文章叫老子游龙 就老子游龙 他这个写的是八卦游龙 送给我父亲的 2005年我父亲 我们给父亲做了一个百年纪念 出了纪念册 纪念邮票等等 2006年我父亲亲手创建的 他也是担任首任会长 这个八卦长研究会 就请我母亲参加他们的团拜会 团拜会是中国春节的一个 习俗就每到春节 各个组织人 欢聚在一起 就跟国外的圣诞节一样 完了因为我的母亲高兴极了 就是梳妆打扮做头发 我母亲也是年轻很精神 那么一个人 完了我陪她去的高兴极了 后来我就看他们在收费交费 我说这是收什么费 他们说会费 我说会费一年多少钱 他们说十块钱 哎呀我说太少了 2006年十块钱 后来我就掏出130块钱 他们说你干嘛呀 我说我父亲已经走了13年 我要把这13年的给补上 完了他们说不用 我说不必须的 很可惜后来我母亲就第二年 不就就走了吗 我觉得很多是这样 真是就是你拥有的时候 不知道珍惜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但一旦失去了哎呀觉得就特别后悔哈 实际上我就是40岁的时候父亲离开我的 我第一次也是第一次见到人走了是什么样子哈 哎呀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特恍惚躺在床上吧 就老觉得眼前冒那种金花或者有一个好像蜘蛛 一个种蜘蛛的丝就垂下掉到到我眼前一会又升上去了 就压力特别特别大 然后呢 嗯 我我我送我父亲那个场面也特别难忘 他们曾经后来有人跟我说 他再也没有失业走那那那那种规格那种场面了啊 嗯我记得那个棺木台的时候没用的普通就是咱们国家不及领导用的那种棺木哈 才为了后来我就听一个人在路上看那棺木走来放声大哭嚎啕大哭 你看是我的师嫂我王卓师兄的夫人哎呀特别特别特别 我就马上我就在那个马路上那车很远我就给他跪在那个点迎着他过来 然后呢就是我才觉得哎呀我怎么他在的时候没有帮助他 没有没有为他做更多的 有的时候跟朋友现在去吃一顿饭很很很简单的吃一顿饭哈 我说哎呀我那时候一天忙忙忙忙工作 我怎么没有专程说爸爸我带你去吃一顿饭就没有过哈 哎呃有的时候我的工作公司我说哎呀这博物馆如果爸爸来看一眼那那那多高兴啊 哎呦要哭了真是就觉得但是我觉得在天有灵还是应该知道吧 哎呀真是挺难过的 所以我之所以克服那么多困难去继承这个就是我觉得冥冥之中啊有一种嗯我觉得就你今生应该做没有做的事情你应该在今生去弥弥补啊就是说所以老是在这种愧疚的心情下去做的不是为了追求什么 我我觉得有时候做不好都觉得愧对他是是呃如果说是李子明先生女儿就应该更优秀所以我一直是这么要求我自己的这个博物馆是怎么回事那么在呃2011年的时候后来这个当时的八卦长研究会的会长找我他说秀人啊呃我们研究会办公很困难的他说有时候有些外事活动领导来 那个办公环境很不好要拆连胡同里也很脏断能不能到你这办公当时我就说我说我父亲把自己的私宅拿出来无偿用十多年我怎么可以说不呢哈我说就是完全可以我说只要你们愿意所以那个研究会也在我这待了五年多的时间后来2013年2013年的时候大家就从我原来是顾问后就推荐我 为那个常务副会长我这个人是愿意做事情的人所以我说咱们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我说八卦长实际上包含着很多这个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咱们做一个展览所以我们就在2013年9月办了一个展览两个月的时间我一算算来了五个国家的啊 有那个俄罗斯的日本的韩国的美国的还有27个省市的我就太有意义了所以展览结束以后我把那些很贵重的怕丢的东西我还给人家我就把这个展览保存下来完了坚持了九年的时间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公司运作完了挣了钱来租房子来维护这个展馆 无常的对社会开放大家来参观都是免费的 是这样做一直到今天还在坚持咬牙坚持我觉得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能看到曙光看到希望 这个是赚长割绝就是还有呢就是帮助别人我觉得我父亲想那个以前呢就是1949年以后他一直做领导工作啊 那个时候武术还不是特别提倡传统武术哈嗯但是他一直没间断所以有的人习呢习练呢他都尽量推荐给他的师兄 因为他师兄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哈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我父亲的一个表执 我的这个这个大爷呢是故宫完了古籍专家投一把当时这是卫书堂 后来他要学八卦掌我父亲就说你去跟我师兄郭古民先生学 过几过几天呢后来问他学的怎么样了 因为过去一些武术权势啊他确实以这为生啊一个是要求严格一个是他不会很快的把所有东西都交给你啊 完了学了很久可能掌握的也不是特别多我父亲说那我我我私下教你吧给他写的这个赚长割绝八卦掌呢 那是在日本教学这个就是沙国正先生当时他问我父亲这个三十六哥四十八法可不可以公事 孙建云呢是孙氏戴琪拳的代表人物就是孙氏戴琪拳的这个孙露唐先生编的孙氏戴琪拳 这是他的女儿 后来我就继承他嘛 就那我就这个子民武术这个中心是2014年成立的 完了这个协会是16年成立就这么多年啊搞的一些活动 上面就是1982年12月9日 就是新中国第一次武术工作会议 这次开完时隔十年在1993年又开过一次是94年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都健在 所以这次会对中国这个传统武术是一个推动 都是文武兼修 我从小就看他 我附近工作的忙 他都临贴 他都临贴 一直到晚年 天黑了 他很晚了 推门进来 赶快从包里 给我拿出一个字贴 毛笔 还有那种 就是作为小的 让我写 就引导我 他本身也是 特别注意自己这个修为 所以在他留下的 那些书画作品中 也能体现他的 这个人的性情 和那个追求 比如他说 与君共演八卦掌 保我中华一朝春 这边他就说 保我中华一朝春 还是他的家国情怀 所以说这个武术文化 和一个国家的 这个兴旺兴盛 也是有关系的 如果民俗很强壮 人们生活都很安定 身体都很健康 很富足 那肯定国家就好 所以他觉得 这个是强国强生的 一个好的一个功法 他是这么追求的 这些书籍都是我收集的 其实家里还有 就有关八卦掌的 这本书就是 我父亲 你看74年的沉淀 就是他洗脸八卦掌 七十几年 完了22年 这书稿在他去世的前年 整理好了 一直放在那个柜子里 沉寂 三年辛勤修润 这是后来我整理出来的 如果说没有这个武术传承 没有父亲黎自明 父母亲对我们很好的 良好的这么一个教育 没有我人生吃了一些苦 那些历练 我觉得自己也很难 做成这些事 其实我对八卦掌 这个希望啊 就是我觉得还是 应该学习老前辈的那种精神 包容的精神 和自我修为的精神 那么1954年 我父亲日记啊 二十多本 后来就留下这一本 都那本 那些都找不回来了 那么在这一本上 哎呀 我觉得就发现了很多宝藏 其中就他对武术的论述 他说 旧有的权术是非常好的 对人的健康非常有好处 但是行将失传 失传的原因是擅长武技的人 密布传人 常有保守的思想 建议政府对他们进行新的思想教育 那个那就是6869年前他说的 那时候就他都意识到行将失传 后来又经过很多历史的事件 就丢失的更多 包括我的一些门里一些师兄 他们也也表达 就说可能师父有一碗水 他们可能得到半杯或不足半杯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再不抓紧 再都保守 是吧 那么这代人年龄也逐渐地增长了 也都要离开 就就就就就越来越少了这些东西 那组织咐 第四 and final part of this interview with Li Zeming's daughter Li Xiu Ren If you enjoyed this series, please do click like and subscribe and share this video to others Available now is Dragon Body Tiger Spirit A transl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classic texts of Xing Yi Quan This book translates and explains in detail the classic texts of the art of Xing Yi Quan It is not only useful for those practitioners of the art of Xing Yi Quan But similarly useful for practitioners of Ba Guajang and Tai Ji Quan As these arts have also drawn from the corpus of classical texts of Xing Yi Quan And included these concepts and theories within their own corpus and classical texts The book may be ordered today through the official Mooshin Martial Culture website at mooshinmartialculture.com Another way to support the channel is through our Patreon support site There are regular support tiers as well as a third tier The Huajin Online Learning Program tier Where you can learn the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Liang-style Ba Guajang As handed down by Li Zeming as well as Hebei Xing Yi Quan The program presents one-of-a-kind, high-quality, in-depth lesson videos For you to learn these arts in full